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楠 太久沒有拍片了 今天就和大家拍片說一下 關於這個八達通消費券 如果你是老友記 你們之前的長者八達通 是拿消費券的話 接下來政府又要逼大家 去換這個落油卡 究竟如果你是長者八達通的話 怎樣轉換你的消費券 去到你新的落油卡 今天我們就來到 這裏是哪裏 花生 這裏是新港城 我們來這裏做什麼呢 因為我們有一部機器 要去幫我們做這個轉換的手續 我們現在就立即出發了 那我們現在就去到新港城 近麥當勞附近 我們其實就去這一部 八達通的服務站那裏 花生這部機器究竟有什麼用的 或者這部機器究竟 是用來做什麼的 其實這部機器最初的原意 其實是等一班 用中第一代的八達通的市民 更換新版本的八達通 所以就由這部機器 給大家轉換一個卡 然後現在因為 隨著第一代的八達通 都開始換到七七八八了 是否都可以增添不同的功能呢 這部門外的街坊都可以用 可以過來看看 首先呢 最主要最有用的功能呢 就是譬如說 分點就是這個 退款和獎項 譬如說這個 退款和獎項 等待大家之前在八通 交易未完成到的 退款都可以在這裡按到的 然後呢 還有一個功能呢 就是 有一個功能就是 叫做不常用的八通 意味著什麼 例如大家 現在閒置了很久的八通 那你想再重新啟動 再用一張卡 就可以在這裡 用這個功能 去重新啟動 這隻八通 另外呢 我看到有些比較熱門的功能 譬如茶餘消費券的功能是怎樣的 對啦 那茶餘消費券的功能呢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特取到 我們用了多少的消費券 和一些記錄 譬如說做示範 拍了卡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有一個消費券 我們一些用了 拿了多少的錢 第一期第二期 這個最重要 就是你用那個合資格的消費 是否用完那四千元 因為八達通的消費券 要用足那四千元 才可以拿那一千元 接下來第二期也是的 所以大家如果上網 不懂得查 就可以用這部機器去查一下 你也可以看到 我們在什麼時候拿到八通 即是拿到消費券 大家都可以知道 這個大約什麼時候都沒有 好了 這是其中一些功能 第二個我們今天就來到重點了 大家看看這裡 有一個轉換落油卡的功能 這個轉換落油卡的功能 其實是一個新的功能 我們其實就問了八達通那邊 其實他說 他建議大家 在接下來八月七日 拿到另外一期的消費券 先好來這部機器 就轉移這個落油卡 將你本身在你的 長者八達通上面的消費券 轉移到新的落油卡上面 大家看到 它有兩個八達通機的位置 到時大家記得 帶齊你的新的落油卡 以及你本身用開的長者八達通 來到這部機器那裡 就可以做這個轉換落油卡的手續 因為阿藍現在沒有這個 長者八達通在手 所以示範不到給大家看 但是大家如果你想知道 這些機器究竟哪裏有的 我們手後都會把這些機器的地址 長跌在下面的訊息box那裏 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如果接下來八月七日 如果你需要轉換 你的想借八達通去落油卡的話 記得留意著這個 八達通服務站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裏 大家有些問題 記得留言告訴我 以及幫忙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